小鱼都没鱼了呀 没鱼了 对 赶出去了 网都打开过了 我用网已经赶过了 没有大鱼了 对 那有点剩下的小鱼能钓吗 小鱼 那你要钓你就钓吧 怎么收费 你玩一下 不收费了 对 不送你钱 行 那我随便钓钓了 行 行 好 谢谢 拿装备 先拿我的钓杆 先钓小鱼拿两根爪杆就可以了 就用一根5米4吧 太短了 我怕这个 到时候鱼不到边上来 本身就没啥鱼了 清糖了 这组这是用的一个 1.5加0.8 钓钓小鱼 一个今晚吃鱼 腥香版 钓钓底层鱼 多放点腥 因为这种鲶鱼啥的爱吃 也可能有鸡鱼 鲶应该有鸡鱼我感觉 好了 各一份吧 这一块都能够 没怎么打窝我就多抽几个大鱼 毒的 白牛 天呐 这是什么鱼 还有劲这么大的鱼 大气鱼 看来这里边鲫鱼多 我钓了两条 都是鲫鱼 有三两吗 二两半 不错 可以 可以 这么大个鲫鱼还不满意吗 挂到的 我就说吗 没看见口 这不窝呢 然后就就一起干挂着一条 你这不在底下吗 怎么不吃我钩呢 啊 哈哈哈 哎呀 不行 钓太顿了 我都没看见口就上鱼了 又不是小鸡鱼 哎呀 这个老板说还还说这个堂里有可能光剩下黄蜡丁了 结果我是一个黄蜡丁没掉着光上鸡鱼了 不过这小鸡鱼是他应该是他圆堂的鸡鱼自己自己那个自己生 哇 好大一条啊 哎呀 这个耳料也没口了 挖了一点点蚯蚓 结果还上了一根大白条 竟然还有白条 呀 大板鸡 哇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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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一个大鲫鱼 哇塞 这个大鲫鱼超级漂亮 我跟你们说 你看这个鲫鱼的颜色 皮膜 好漂亮 应该是圆堂鱼很多年的这种的 哇塞 发财了 真的是 发财了 啊 我又来大货了 又是个大板鸡 天呐 今天清一色都是大鲫鱼 不错不错啊 秋天就是钓大鲫鱼的季节 不是说底下有黄蜡丁的吗 一钩蚯蚓一钩耳料 他竟然是吃的耳料 哎 来了 大鲫鱼一条 搞不好又是个超大的 天呐 感受到了 哈哈哈 手感不错 哇塞 半斤半斤半斤 来了 哎 哇塞 哎 这个好老实 这个鱼背的 这个鱼的背怎么这么高啊 这个可以飞上来了应该是 啊 哇 来这个了 哇 差点跑掉了 先放这里 天呐 我都准备要走了 结果他来吃了个鱼吧 他吃了蚯蚓 你看我钓了一条这样的 来那个花蝴蝶 你看我钓了一条这样的鱼 带胡子的 好像叫银血鱼啊 大家给看一下这是什么鱼 你们看这小风刮的 酥酥的 鱼节也不太稳定 我也钓了有 接近三小时了 给大家看看鱼货吧 不钓了 估计老板也没以为 我能钓这么多吧 还不错 钓了有十来个大鸡鱼 还挺大的 都鸡马沉了都有 还钓了一条银血鱼 给它放掉吧 我也不拿走了 因为老板也没收我钱 对不对 我直接倒出来 给大家看看有多少 挂住了 有一个大鸡鱼得有一斤半了 这鸡鱼还不错 都是哎呀跑掉了 都是它的圆堂的鸡鱼 小的都是自己繁殖的 还有一条银血鱼看见没 头一回钓这玩意儿 还长得还挺好玩的 来来来 要吗 有这个 有一斤半吧 挺大的 你你你拿两条 你你拿着这一条银血鱼 你我来的 下来 得到 得到 你 你 你